完成! 河上邊村是一個很好的 由個人出發的紀錄片作品 這件事其實在香港的例子少見 記錄自己本土的變化 看到裡面的人物 看到裡面的時間上 在我們生命上的影響 是一個很難得的紀錄片 很感謝Jesse 曾翠山這麼多電影 我也有體驗 我覺得這一套是最成熟 最真誠 最感動我的 裡面的故事 今天終於呈現在我們面前 已經不單止是一個故事 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生 所以我自己是真的看到 最後我都聽到 念親恩的時候我真的哭 其實過程已經不斷地哭 因為看著婆婆牢滾滾滾大半生 她就回到村裡 因為她也有說到一些感想 究竟人生是怎樣呢 她說開心就是這樣 不開心就是這樣 只是追求簡單的生活 你見到的時候會覺得很閃 還有就是很… 究竟她的人生是怎樣的呢 她一直說的時候 你會更加覺得她那種 辛酸 辛勞 還有她那種 一個女性去捱帶小朋友 所以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的一個電影 還在這兒 來港版國旅行 好險 喝泡 ін爾 我和我們家明 EthO 在一起 有一個電影 會有掙扎的辦法 用餐廳成熟 這是甚麼 開心不開心點 開心得有一個人 不開心得有一個人 所以我一直看都覺得很舒服 很好看 特別我很喜歡那個婆婆 講到很多對這條村的感情 還有各一代的人 婚姻 家庭 大家的觀念都可以透過婆婆算去看 也是很好看的 我覺得都歡迎Jessie的說話 她說我們是很緬小的 我們有這麼多的自然山川河流 其實婆婆就是一個很河流的 我覺得parallel 了整套戲的主題 《河相變川》是整個系列裡面 我覺得野心最大 而我也覺得Jessie在裡面 最成熟 她的功力最成熟的一個作品 不是說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故事的方法 而是好像一個tapestry一樣 織成一件事出來的 就是由音樂到畫面到 motion graphics等等 都是造成了一個全體的 人其實是很藐視 很多的山林看著我們的長大 但是我們可能是幾天之間就破壞了它 而忘記了它幾百年看著我們的成長 在香港那麼動蕩的時候 看了這條片 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是對家有一個很大的感覺 這個紀錄片可能是導演曾祥先生 很個人的故事 但是其實是跟每一個人 每一個香港人都有關係 本身所謂的感覺 就要不要用覺得 說笑 不要用 immigrant 萬史 感谢观看